上一期我们内地的同事做了一套香港语言测试题 遭到了史莱姆无情的讽刺和打击 这一次我们出了一套四川话测试题 OK 第一题 钉钉猫是指肯定不是猫 这一定是小叮当啊 有猫我觉得肯定是有埋伏 答案里面投票小叮当啊 根据我们做了题的经验 第一小猫 答案不是A B跟D都是关于宽草 瘦弱的人是有可能 骂子还是我 所以答案不是D 第二个 人字都恨不得我要怎么答应 吹壳子 这个壳吗 对了壳子 我先觉得一定不是这样成熟的外面投票 吹什么吹壳啊 吹壳子怎么今天做工艺啊什么鬼 我们吹壳子吧 肯定是聊天 可能讲话的时候那个气势 把那个壳给吹走 应该是聊天吧 开话夹子 很合理对不对 好第三题 飞飞儿 飞飞儿是子 飞飞儿 飞飞儿 草鸟儿 A是小鸟 非常合理 依照前面第一题是A 第二题是C 那第三题 A或是B或是D B是纸片 纸片跟飞飞儿好像有点搭不上啊 飞飞儿肯定是流明啊 我们广东话也是飞宅嘛 那就写D好了 我觉得纸片代表 流氓很发 流氓 飞机 有像哦 这是一种很可爱的说法 如果我们常常会打飞飞儿 应该就是 简单题 甩你的两皮驼 这句话是指什么意思 两皮驼 不是什么鬼啊 你有提示吗 甩 就是丢啊 或者是摇啊 什么是两皮驼 应该是重点吧 两皮驼 很像屁股 打两个皮驼去甩你 我想也是用来骂人的 有点气势向骂人的话 看你不甩 我甩你两皮驼 所以甩两皮驼 应该就是用力咬你的屁股 我猜应该是减肥 应用题 请准确说出下列是穿 使用率最高的几句话 什么意思 我来试诚多久知道吗 太简单了 第一题 瓜瓜子锁 瓜瓜子 就是用来骂人 自穿坏概念 这个瘦我不知道怎么发出来 是不是人像日文 你瓜瓜子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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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 西川话都很低音的 所以应该你瓜瓜子锁 第二句啊 老子约你先人 老子 你先人 老子 老子 你先人 老子 你先人 老子 老子就是五 先人 和仙姑那种啊 老子 骂你终中十八代 老子 你先人 老子 你先人 老子 老子 你先人 对使用率最高 是骂你 是不是很合理 我最答完了 考试要写名字 不然会被扣十分 先来点评一下 小英同学的 叮叮猫是指 小猫咪 可以的 它的正确答案是 青蹄 它在四川话里面的 音是 叮叮喵 猫咪跟它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不是骂人对不对 骂人的时候要怎么样 叮叮喵 你这个叮叮喵 吹壳子 基本上 大家都打对了 在四川话里面 一般是念 吹壳子 吹牛啊 吹水啊 都有一个吹 在四川话里面一般是念 飞飞 什么叫飞飞 飞飞就是 这个 可以飞起来 有两个同学选择了流氓 飞飞这么可爱 怎么会是流氓呢 像流氓 真的很像 简答题 这道题 小英同学非常的创意 减肥 那也表达了他的愿望吧 史莱姆同学说 就是咬你的胸和屁股的意思 关键 他第一句还是答对了 在骂人的时候用 骂人的时候 为什么要别人的屁股 啊 所以你那么屁头 斯莱姆 宰点咬别的屁股 超二十分 皮佞就是这个 说音一样皮佞 意思就是我给你两拳 好 第三道题 我看出来三位同学非常的努力 但是正确的发音 来跟着老师学习好吗 第一题 你刮娃子锁 你会听不记得我刚才讲 请教律师要 你刮娃子锁 刮娃子在四川话里面就是 白痴笨蛋 你刮娃子锁 眼神 语气 记住了吗 第二句就比较凶了 在四川话里面主要应用的场景是 打架 斗殴 骂人的时候 那大家记住了 气势 眼睛一定要瞪大 猫子锁 你闲冷 你瞪大 我已经瞪大了 那么呢 这次这个成绩 第一名呢 就是小胤同学 一位另外两名同学 没有写名字 本次成绩作废 啊 这一届学生是我带过最不行的一届 再来一届 妈妈你再来一届 老子锁 你闲冷 再来一届 老子锁 你闲冷 再来一届 停